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布的有多密集 密集到了什么程度呢 五步一支 十步一排都能见到 那么布丹为什么有这种奇葩的风俗呢 当地女人天天看到这些又是怎样想的呢 大家好 我是热心读者 在节目开始前麻烦帮忙点个赞并关注一下吧 谢谢了 布丹的普纳卡 有一个叫亭来刚的生殖文化村落 这里家家户户 里里外外都画满了生殖器 大门 房顶 梁柱 花盆 房间 门拉手 甚至厕所里 都有它的雕刻和绘画 足足占据房屋装饰的半壁江山 这些画不仅生动逼真 呼之欲出 创作者甚至还会通过天马行空的拟人画想象 给每个画面赋予了独特的性格和灵魂 有的丝带飘飘 儒雅之至 有的蛟龙盘旋 气宇宣昂 这根根分明的全曲毛发也太细节控了吧 还有这腾云驾舞般的氛围 莫非您就是紫霞仙子等的那位 踩着七色云彩的盖世英雄吗 当然了 除了红和脏脏棕两款生殖器 也有粉粉嫩嫩 比较卡哇伊的款式 除了二维的壁画 当地人还会把木质小型生殖器 悬挂在屋顶的四角曲斜消灾 放一些各种尺寸 各种形状的木雕在房间里做装饰 力求做到360度无死角的沉浸式体验 初次来到此地的游客 见到此情此景一个个面红耳赤 眼神飘忽 不知道聚焦在哪合适 可反观不丹的男人女人们 面对着满山满谷的生殖器世界 一个个都坦荡相视 气定神仙 毫无羞涩扭孽之态 奇怪了 大家想象中的不丹 该是一个传统内敛的地方才对啊 怎是竟是如此奔放 为何不丹这个国家 面对生殖器能如此开放呢 这还得追溯到15到16世纪 那位传说凭借生殖器 一战封神的喇嘛 朱卡库拉 关于这个喇嘛浓墨重彩的一生 和种种奇葩意识 可以让读者足足 落上三天三夜 朱卡库拉生在西藏 在布丹云游教化 酷爱用歌谣来弘扬佛法 用诙谐浪荡的话语教会识人 总是疯疯癫癫地 逮住别人要普渡众生 有些传法内容更是荒诞不羁 时常还带点强烈的性暗示 毕竟他人生的头等爱好就是撩妹 甚至有个法号 叫五千女人的圣徒 于是当地人们把他叫做丰盛 颇有点不丹版技工的意思 作为一个一不必体的喇嘛 朱卡库拉最大的传奇 变成他那威猛无敌的生殖器 传说中 正是朱卡库拉的生殖器 降服了布丹的恶魔 由此一战封神 当时布丹国还颇受人丁不忘之烦忧 于是朱卡库拉再次临位受命 不久 新生儿便如雨后春笋 蓬勃而生 短时间内充沛了布丹国的人口 就布丹于危难之中 至此建下了丰功伟细 于是圣人的神根就受到布丹人疯狂的膜拜 齐美拉康也成为名副其实的仇子神庙 庙中供奉着朱卡库拉的裸体雕像 和他过分夸张的生殖器 如果布丹的小两口婚后迟迟未孕 妻子可以怀抱着木制大号生殖器 同丈夫一起围着这座神庙绕圈 来吸取强大的生育能力 和召唤状元星落胎位 有些夫妇还会在这里求未来孩子的名字 甚至在死后将骨灰撒在神庙周围 以求魂灵安息 由此可见 布丹人民对于性的开放态度由来已久 与此同时受地理 社会历史等多重因素影响 这片土地也在不断地积淀 带有强烈自身烙印的风俗文化 布丹坐了在喜马拉雅山脉 东段南坡 青藏高原南底 面积不足四万平凡公里 却遍布深山密林 周遭都是大河 环境恶劣物质匮乏 生活条件艰苦 自然人口也稀少的只有七十多万 在这样的生存条件下 这些化满生殖器的墙面 实际上承载着当地人对延续生命 人口繁荣 民族昌盛的愿望 强烈的繁衍需求驱动下 不但历史和传统习俗中 对男女爱情与婚姻的归宿都很少 不但宽容一妻多夫与一夫多妻 第四任国王 吉格梅 辛格 望楚克就曾经带头娶了一家四姐妹做老婆 虽然不但1980年颁布的婚姻法限定了一夫一妻制 但只要当事人自愿 一妻多夫与一夫多妻也不会被苛责 但是在不丹 婚姻是神圣的 必须到求子寺 祈请最深的祝福 还要有法王或高僧主持婚礼 梁朝伟和刘嘉玲的婚礼 就是在不丹举行的 大S和汪小飞的新婚蜜月之旅 也定在了不丹 简而言之 在不丹 你可以同时心怀天下 但不可以玩弄感情 必须发自内心的 想给每个男女孩子祝福 你的心可以碎成很多片 每一片都爱上了不同的人 但你必须心里有他们 不可以只是嘴甜 听到了没 海王海后们可以火速购买 前往不丹的机票了 不丹是有名的佛教王国 举国上下 有两千多座古佛寺庙 和一千多个佛塔 几乎每家每户都共有神龛 人人都是虔诚的佛教信徒 男性生殖器在藏传佛教中 还象征了一种驱邪避凶的法器 有点类似于我们国家 佛道文化中的昭静八卦静 所以本质上 在不丹人心中 他已经去性化了 满屋子的生殖器 其实并不会在他们的脑回路中 触发过多关于男女情势的想象 而是抽象成了一种象征 是镇宅金刚处 能震慑山鬼妖魔等邪碎的入侵 其佑平安喜乐 所以在不丹的寺庙大殿中 生殖器相关器物 常常会与神像一起 与神庙之中供奉 四里和尚还会自行制作梦雕 轻轻敲一敲信徒的头 以示祝福 但神奇的是 在这样浓重的崇拜下 不丹却并没有形成重男轻女的恶习 恰恰相反 他其实是一个正宗的母系氏族 按照当地婚俗 南方在婚后 需入赘女方家中 在新家中以妻子为尊 由他来承担着照顾父母的大家长责任 财产则由长女继承 有点像我国 卢姑湖畔的走婚 而不丹人对生殖器的崇拜 其实是需要魁梧的男性 用其健康强壮的生殖器 使妻子成功受孕 并怀上健康的孩子 不过 这就有工具人那味儿了 如今 这种生殖艺术 已经深入到了不丹人生活和文化的脚脚落落 如开头所讲 在不丹的村落中 它被镌刻在石头和土墙上 也被制作成颜色艳丽的装饰品 挂在房屋的两侧门边 第二 辟邪消灾 不丹人还在村口和全眼边等 他们觉得需要保护的地方 竖起这种木雕 在一些传统的宗教节日上 会有一个换作阿擦拉的面具小丑 挥舞着小型木头在人群中跳舞嬉戏 有时候还会以此轻敲围观者的头顶祈福 司机也会在钥匙圈或车上挂上木雕 来保佑一路顺风 还有个特别有意思的说法 在不丹 如果一个男人在黑暗危险的丛林中独行时 可以退下裤子 露出生殖器甩一甩 就能驱散妖魔鬼怪 这些年随着海外游客的涌入 EPP以这个为主题的特色工艺品商店 在布团涌现 民俗传统的商业化 一方面帮助了当地文化的传播 另一方面助推了经济增长 但这也惹来一些土著的不满 有一个在亭部长大的当地人吐槽说 成牌的彩色木雕 在橱窗里摆得满满当当 看上去像喜马拉雅山风格的成人用品店似的 不过 这大概是任何文明与外人相遇必经的正统吧 在视频最后 读者见一下 当这个一步步成为不丹的旅游名片 请不要忘记 它的背后还包含着有关爱的祈愿 与真挚的祝福 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看待不丹这种习俗的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 咱们下期再见